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厨房这里下水道又被堵住了 污水下不去 请人疏通的话 还要几十块上百块 特别的不划算 如果用疏通剂来疏通 味道大,特别的刺鼻 而且听说用这些疏通剂还会腐蚀管道 真的是一点都不实用 所以像这样的洗碗池被堵了 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听说,只要加一把它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那么有用 首先准备一个塑料瓶 瓶子的底部剪上一圈 剪成像这样中空的瓶子就可以了 这个瓶盖不要拧出来 剪好的瓶子拿到这个洗碗池这里 对住这个下管道口这里上下抽动 管道被堵住以后 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剪好的瓶子呈现一个中空的样子 上下抽动 有空气还有压力 能够冲开这个堵塞物 让下水道通畅起来 现在就感觉到这个水 慢慢的往下沉了 多抽动几次 来看一下 抽动大概有半分钟 40秒左右 这个下水道就完全的通畅了 把这里面的脏东西 食物残夹给倒出来 为了保证下水道的中间 或者末端完全的通畅 不会说待会有堵塞 我们还要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拿出家家都有的 食用小苏打 多倒一点 到这个下水管道里去 再拿出纯碱面 同样等倒到下水口道里面 可以多倒一些 再准备米醋 倒到这个下水管道口里面去 倒进去以后 马上盖子这样堵住 刚刚我们倒进去的小苏打 和食用碱都是成碱性的 和酸线的白醋结合在一起 能够产生二氧化碳 这一气体 还有许多的小气泡 这样能够很好的 软化管道里面的污垢 气体还会冲开这个盖子 顺道也冲开这个管道里面残留的残渣 这样一来 下水管道的中间 或者木端里面的脏东西 都会被冲出去哦 现在可以勘起一点热水来冲一冲 让这个管道充分的疏通 另外准备一个碗 挤入一点洗洁精 再倒一些热水 做成洗洁精泡泡水 端起这盆洗洁精泡泡水 从高处往这个下水口倒下去 冲开管道里面的油渍 很多人就会说了 没有往下水道里面丢大块的厨余 为什么会堵呢 这是因为 很多人都喜欢用淀粉或者面粉来洗菜 洗食材 或者说是做完面食之后 还有一些面团的残肉 在洗碗池这里直接洗 面粉结块 就非常容易堵塞这个下水道 接着是冬天的油脂凝结 家里面的菜汤油汤啊 不要直接倒进去 倒进去以后天气寒冷 管道里面结的一层油脂 将下水道就会被堵住 现在再开一点热水冲一冲 橡皮是我们家里面 用这个洗碗池要使用得当 不管大块小块的厨余 还有菜汤油汤 都不要直接倒进去哦 非常容易堵塞或者结液成油脂 就会使得这个下水道堵塞起来 隔上一个星期就用小苏打 食用剪白醋 适当的冲一冲这个下水管道 有助于保持通畅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点击我的头像